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11集 假设 这片森林太大,无边无际 以亡林的速度,也用了半晌 才遥遥地看到了其中心那片没有枯木的空地 空地上,漂浮着一个不断旋转的漩涡 那漩涡内一片漆黑 似通往另外一街 亡林身子落在漩涡百丈外 凝神看去了 那漩涡下方的地面上有一处凹陷之地 似在很久之前那里曾有一个雕像 有一个没有枯萎的大树 古西叶是质宝 既然是在这里诞生出来 那么,想来也定有方法可以再诞生出一些 亡林退后几步 来到一处枯萎的树干旁 右手放在上面 神石散出涌入树干 仔细观察起来 但就在他神石涌入这树干的刹那 亡林却是轻疑一声 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神石沿着此树根部 深入脚下这片大地 却是隐隐地看到了一个让他惊疑之物 亡林迅速收回右手 身子猛地一跃而起 飘至半空 低头向下看去 这片极大的森林 其形状 恶然就是一个头颅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 其目光透过这片枯萎的森林 向着旗下地底横扫 在看清了那隐藏在地底之物后 亡林眼中寒光一闪 不假思索 右手在身前默然一挥 却是血光滔天 血剑直接出现 化作一道橙红直奔下方地面逼去 剑气呼啸轰轰而动 此时此刻 在第四张地图的尽头 凤天狼族大汉 伸下木台击驰而走 顺着其脑海中的道路 冲出了第四张地图 出现在了第五张地图内 他脸上露出一抹争鸣 目中更有贪婪之色 一闪而过 在踏入第五张地图的瞬间 他右手一翻 却是手中赫然出现了一片 不稀叶 老夫费尽心思 与人呛夺 终于抢走了两片叶子中的一片 可惜 另外一片被灵动抢走 不知去想 这叶子平淡无奇 若非是追杀了该死的小熊 在他手中看到了这叶子的强大 与堪比封灭族的诡异之力 老夫也不会知晓此物的重要 这第五张地图的尽头 有一个树叶标记 那里或许有更多的资物 大汉舔了舔嘴唇 操控木台 急迟前去 血剑呼啸 习速快跃雷霆 刹那间那 就直奔干枯的地面而去 轰鸣之下 就在血剑降临的瞬息 那大地内突然便有一声咆哮 闷闷传出 却见这大地顿起裂缝 一道道裂缝细密而起 弥漫之中 一片紫光从那裂缝内 急速地穿透而出 顺着裂缝扩散 远远看去 仿若大地内 隐藏了一个紫色的太阳 轰轰之下 地面碎石飞舞 立刻崩溃 被血剑之气粉碎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凹形 那凹形不断地伸入地底 转瞬间 紫光大闪 仿若破开了地表 露出了地底深处之物 那紫光闪烁中 一条如同蟒蛇一般的身子 约数百丈长短的紫色凶兽 顿时就从那地底深处冲出 此物啊 没有头 唯独在手端处 有一道裂缝 一股紫色的毒水喷出 直卷血剑 哄的一声啊 血剑穿透了毒水 直接冲入紫兽首端的裂缝内 深入其数百丈的身体内 一粒势如破竹 直接穿透 凄厉的咆哮从大地内回荡而起 血剑闪烁中 在地底轰鸣不断 王林身在半空 双手掐掘之下 向前一挥 却见一个巨大的掌印 轰轰幻化 直奔地面而去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 那掌印刚一出现 就立刻吸收了无尽原力 带起惊天狂风 呼啸中轰轰落在了大地 地面一阵 大量的干枯树木 顿时化作碎末 被冲击推动向着四周扩散 那掌印落在地面 掀起巨大的声响 更是化作一股 磅礴的反阵之力 疯狂地传入地底 还不出来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随着掌印落下 地面轰鸣中开始了崩溃 那一片片泥土 成为了飞灰散开 在层层瓦解之下 赫然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坑 坑底内 露出了一片灰白色的部分头骨 是这头骨的幼木部分 这头骨太大 几乎占据了这全部森林的地底 此刻露出的这部分幼木窟窿内 有四条交错在一起的紫色蟒蛇般凶兽 正嘶吼而出 王林身在半空 可以清晰地从那四条凶兽身子间隙内 看到在那头颅内部 隐藏了一个巨大的肉瘤 这四条虚状凶兽 可然就是那肉瘤的触手 与望月类似 但却绝不是望月 王林之前查看枯萎的树木 便立刻就看到了这片森林下方 竟埋葬着一个巨大的头颅 这一片森林完全就是生长在这头颅之上 在那头颅内 王林更是感受到了一股暴虐的生机 且在他神石扫过时 引起了此物的攻击 不而毫不犹豫地飞起身子 斩出血剑先行出手 以王林此刻的修为 即便是当年罗天星域的望月 他都有资格一战 更何况这与望月类似 但实力弱了太多的奇异凶兽 连第三部灵动都成为了他的古奴子 足以见证王林的成长与强大 此刻 王林心神平静 身子向下如闪电一般急驰 转瞬就临近了那四条交错在一起的须子旁 在那须子呼啸而来的刹那 王林左眼九色火焰燃烧 右手向前一挥 立刻便有火焰风暴轰轰而出 直接就笼罩了那四条须子 在啪啪之声下 汹汹燃烧起来 犀利的惨叫回荡中 火焰顺着须子钻入那头颅右目窟窿内 直奔其本体烧去 其内更有血光闪烁 却是那血剑不断的穿梭 展开巨大的杀伤 惨叫持续 突然之间 紫光剧烈的一闪下 那隐藏在头骨内的肉流身子越来越小 最终化作一道紫光 从头骨右目窟窿内一冲而出 直奔天际就要逃去 他冲出后 其身子完全的显露出现 一个巨大的肉流四周延伸了诸多触手须子 更有阵阵恶臭弥漫 此物与望月实在是太像 若非是其体内 没有任何骨神气息存在 王林很有可能认为 他是一头变异的望月 目光冰冷 王林右目雷涂一闪 轰轰而出 转眼间 这森林所在的天空突然一震 却是整个天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霆漩漫 雷涂幻化 取代了天空 向着那肉流直接降临 在降临的过程中 更有无数雷霆落下 批在肉流上 三夕后 三夕后雷涂全部落下 直接就将这肉流笼罩 轰宁惊天 一声惨叫成了残音 那肉流轰然崩溃 半点不留 轰杀了这诡异的肉流 王林双目如电 落在大地上 那凹洞内的头骨 身子渐渐落下 踏在了那头骨上 右手向前一挥 泥土齐齐消散 转眼之下 这庞大的森林 就有近一半的位置 消散一空 地面层层卷动 如狂风吹起 露出了其下方 不知埋藏了多少年 一个巨大的头鲁 这头鲁太大 此刻展露出的部分 仅仅是一半而已 其头骨眉心处 有九个星点烙印 但第九个星啊 却是略有模糊 九星骨神 王林双目一闪 深吸口气 他这一生啊 这是第一次 看到九星骨神的尸骸 望着此头骨 王林沉默下来 他一眼就看出 那之前放置七彩雕像的位置 正是这头骨的人中部分 第一点 制约整个头鲁 疑惑着说啊 那七彩雕像 存在于这里的目的 便是封印 封印着九星骨神之头骨 王林眼中有悲哀之色弥漫 他是骨神 进入这骨墓之后 所看诸多骨神头骨 心中极为复杂 此刻又看到了这九星骨神头骨 这种种复杂 累积在一起 化作潮水 在他心神翻起悲伤 连九星骨神都死了吗 王林缓缓走到那头骨眉心 蹲下身子 右手在那头骨上的 星点烙印上 抚摸着 这头骨内 已经没有了太多的 骨神气息 几乎殆尽 全部流逝在了岁月之中 抚摸着头骨的星点烙印 王林不难猜出 当年的一幕 他似隐隐地看到了一个庞大的身子 占天的骨神 被一个身穿七彩的修士斩杀 斩掉头颅后 一起雕像封印在这里 岁岁年年之后 这里被尘埃弥漫 化作了大地 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这大地上生长出了树木 渐渐成为了森林 沉默中 王林忽然目光一凝 仔细地看了一眼 身下的头骨 皱起眉头 九星骨神之强 无法想象 且其身子庞大无比 其头颅 绝不能只有这么大 除非 是其压制真身缩小 亦或者是 王林目光闪烁 身子一晃之下 从这骨神头骨 右目窟窿内钻入 进到了这头骨炉内 这里很大 许久之后 王林身影 从棋内走出 在他的手中 有一块巴掌大小的骨头碎片 骨神三损七劫 他是在渡第二损时 被人斩杀的 王林盘膝坐在头骨眉心上 望着手中的骨头碎片 目露尘眼 不知目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又是谁制造出来 其到底有什么目的 王林沉默中 回想自己进入古墓后的一切事情 这古墓很神秘 直至现在 王林始终还是摸索不清 但他清楚地记得 从道灵内看到的一幕 那让他心神震动的一句话 以道单饲饮天道 却不是一件意识 还需想一个别的法子 让这被我抢来的天道 快速成长起来 王林目光闪烁 这句话他始终在琢磨 从字面上看 天道是被那七彩道人 抢来之物 那他是从何处抢来 又是从什么人手里抢来 这一点 王林无法知晓 他分析的重点 是那七彩道人 话语中所说 须想一个别的法子 别的法子 王林低头看了一眼 身下的头骨 心中浮现出一个 极为大胆的猜测 假设这七彩道人 就是远古先皇 此人当年得到了 天逆罗盘遣 呛到了一个天道 并因为某些原因 需要饲养天道 然他觉得 以道灵饲养很难 不而涉局 王林目光越加明亮 继续分析下去 他清楚地记得 一代朱雀曾说过 在他所在的世界 有古神存在 且古神尽管非尊 但就算是 他那个世界的尊者 古神也可以悍然对抗 且一代朱雀提到了 一个名字 道古耶末 为什么不叫古神耶末 也或者 不妖耶末 不魔耶末 而是称之为道古 是不是 从这个名字 就可以推算出 这耶末 并非是神妖魔 而是古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秀真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